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由复利来讲起 何谓复利呢 我们一个例子的话呢 让各位同学列出来以后 同学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复利的公式的算法 来我们来看看 从例子来看 我们的话呢 今年初存进了银行是100块 假设年利率 这个很高 但是我们的话这样比较好算 假设是百分之十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100块给12块 那么假设的话呢 是这样子 我们复利一次 这个地方我们用问号来取代 一二三四题 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题目 如果是12个月复利一次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放了一年 只算了一次利息 那同学知道应该要怎么算 我们的算法是 原来的话呢 是本金是100块 再加上利息的话呢 是100块乘以百分之十二 那各位同学的话说 这个题目我一写就知道了 是112块啊 那么请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一下我这个算法 你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呢 这是100 这两个都是100 这是相加的 我们这样写好不好 把100丢在外面 然后这个地方提出去以后 这边就变成了 1加上12%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让我写 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边 100 叫做本金 1加上12%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呢 是六个月复利一次 这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 我们目前的状况的话呢 六个月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六个月复利一次的话 就代表的是放了一年 应该是滚了两次利息 那么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来我们来解释一下 现在的话呢 我们100块在这边 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半年 滚一次 这边滚一次 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这一段 我们应该会变多少钱呢 我们来想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应该是100 加上 100乘上 各位同学 这边不是12%了 为什么不是12% 因为的话呢 它是一年的话呢 是12 可是中间的话呢 半年的话要滚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6% 好 现在的话呢 来了这边以后 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一滚 一滚完利息以后 它的本金会变什么 100瓜糊 1加6% 这是本金咯 本金的话呢 又再去滚一次 那么是不是应该 这一段要怎么算 100 现在是本金 再加上本金 乘上 它的利息 利率的话呢 固定都是6% 那各位同学来看一看 我这边跟这边 是不是可以把它 集中在一起 我们把它写一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 我们自己知道的一个概念了 这边的话呢 两个一提出去 这边又是一个1 所以是1加6% 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这个跟这个相成 这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会变成了二次方 来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地方是100瓜糊 1加上6% 但是它有几次 因为它是相成的 这是两次 那剩下来的 我就不再继续说了 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三个月本利盒 要怎么来怎么猜 来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地方就是代表的是 滚两次 这边就要除二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本金我们是照写 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一年有一年的话呢 如果说三个月复利一次 那么我们一共总共滚几次呢 滚四次 那这边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 你想一想 因为滚的滚的次数越多 它中间的时段就越短 那么年利率 当然就要再除一下 这边要除几呢 12要除以4 所以答案是3% 在最后一个 一个月 一个月就复利一次了 那么我们一共滚了几次 我们的本利盒的话呢 一共滚了 这边的话呢 不用说了 大家应该知道了 滚了几次呢 滚了12次 那么如果这边滚了12次 那这边应该是加上几% 1%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我们简单的 复利的公式的推导 我现在来讨论的是 连续复利的问题 我在年初的话呢 存入银行一块钱 那么年利率是100% 每秒复利100万次 这个的叙述只是告诉我们说 它是连续在滚 那么我们就这么说了 滚了N次 N趋近无限大 就这么说了 那么明年初的本利盒 是怎么算呢 我们来根据我们前面的复利的做法 本利盒的话呢 算法 这是本金是一元 那么年利率的话呢 我们要刮糊 一再加上 这个地方的话呢 年利率是100% 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就写了100% 好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滚了几次 我们滚了N次 那么这边是N次 这边就是补上一个N分之一 那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是N趋近无限大的意思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 100%就是一 于是这个地方 整体来说 它就是一加上N分之一的N次方 也就是Limit 也就是Limit N趋近无限大 1加上N分之一的N次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欧拉数的定义啊 那么欧拉数的话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它的话呢 会往欧拉数靠近 也就是说 它这个的本利盒 我们一直不断地滚 但是也不会变得太大 它会变成多少元呢 1 会变成了1元 这个1指的是Euler number 1 各位同学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 连续复利的话呢 它的最后的结果 我们不会变成无限大 它只会变成了两块多 1 2 1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